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回到硬派90秒時間 今天是時候跟大家聊一聊手沖壺囉 當然手沖壺的結構或是給水這些議題都很有趣 那需要的篇幅也是比較長的啦 所以學長今天會選擇在開箱的時候再跟大家聊 那今天跟大家聊一些比較簡單的小嘗試 那主要是跟大家聊一下手沖壺保溫的效果 對風味的影響重不重要呢 那過去有很多手沖壺會強調壺聲比較厚 保溫效果特別好這樣的廣告詞 因此有很多人會問學長相關的議題 那到底手沖壺裡面的水溫影響風味大不大呢 那學長可以直接給大家結論 那就是影響其實並不大 那原因可以分為以下幾點 首先我們在沖煮的過程中 其實沖到越後面也就是快要結束的時候 沖煮苦澀和雜味的機率就會比較大 尤其是磨豆機等級比較差的時候呢 更是容易有這樣的狀況 因此隨著手沖壺沖煮的過程水溫會慢慢的降低 其實是可以減少風味的苦澀味的 那對於一般居家沖煮的人來說呢 這反而是一個優點 第二溫度降低的幅度 主要還是看你沖煮的時間和裝水的多寡 一般來說 在台灣這種不算太冷的環境之下 沖煮時間大約2分鐘到4分鐘左右 水溫的降幅呢 其實應該是3到4度 其實整體還算是比較高的溫度啦 那影響整體的風味呢就不會太大 那為什麼還是會有人追求保溫效果好的手沖壺呢 這就先得到一些特殊的手法和沖煮觀念 例如說 某一些手法沖煮時間呢就是很長 那配合比較冷的環境 例如說日本的部分地區確實是比較寒冷的 就需要保溫效果特別好的壺 不然它的萃取率就會不足 那這種狀況呢 可能台灣除了山上啊 玉山啊 基本上是很少遇到的 那結論 會不會在買壺的時候呢 在台灣這種比較溫熱的環境之下呢 其實可以不用考慮太多保溫的問題 除非你有很特殊的目的 比如說你要去比賽啊 或是有一些特殊的手法 如果不是的話呢 這就可以不用當作你購買上的考量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硬派90秒 關於鎖中湖的部分呢 還有非常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我們就慢慢的一點一點來 那今天的單元就到此結束了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呢 記得訂閱學長的頻道 然後有任何問題歡迎在底下留言 學長都會一一回答囉 好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掰掰